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6108576FFF0301EB36AD000B570201 本地热智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 观看完整版中韩游泳冲突日的网友战中国 韩国就会夸大其词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BATAVIDEOARRPUSHVR0767T5459INGHTTPNOOZGTIMG.COMNOOZAPLS 050468900236404800 DAPE视频 中韩游泳冲突日本网友战中国 韩国就会夸大其词 时长约一分两秒 时将一花子称MVP最大热门 腾讯体育8月29日 雅加达万英红侠雅加达亚运会进入闭幕倒计15天 一度谣传流产的赛会MVP确定将进行评选 当地时间8月29日 亚奥理事会宣布 将在9月2日公布本届亚运会MVP 并向其颁发5万美元的奖金 据日本媒体分析 在本届亚运会上满阔6金2银的日本女子游泳猩猩持江梨花子 将成为MVP的最大热门 不可思议 中国三条滑请赛前不一而非穿酷的安保呢 本届亚运会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开幕 最初有消息称 由于MVP挂名赞助商支持不得位 本届亚迦达亚运会或不设置MVP奖项 事实上亚奥理事会方面 已曾一度对外公布成原则上不设置MVP 如果各方要求强烈 另行探讨 直到当地时间8月29日 本届亚运会组委会向注册记者 门群发了相关邮件 宣布要理事会最终决定 将设置本届亚运会MVP 并在9月2月余已公布 持江城最有艺人选 消息传来后 日本记者群一派欢呼 日媒表示 本赛亚运会在游泳赛场 一人独揽六金二银的日本游泳行星 持江丽花子 将是该奖项的有利人选 历史上 日本运动员曾三次在亚运会上问鼎这一荣誉 包括1998年曼谷亚运会的 一东浩斯2002年釜山亚运会的北岛康健 以及2014年 人川亚运会的交野工健 一旦持江能够如愿获奖 他将成为史上第四个获得亚运会MVP的日本运动员 北岛康健此后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 交野工健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获得了金牌 数据显示 亚运会MVP的主在两年后的奥运会 上下大概率获得金牌 这是对持江是个急兆 目前持江梨花子已经返回了日本国内 而他在回国后的记者会上已经宣布 目标东京奥运会夺取金牌